太子拉面的业者李文胜 连续三年在他生日这一天 邀请弱势学生到他的店里来享用晚餐 以公益行善和学童们一起庆生 市长渭嘉贤也应邀出席 除了感谢李文胜的善心一举 还带了蛋糕给李文胜一个惊喜 和现场的24位学童 一起为李老板唱生日快乐歌 12月7号是太子拉面老板李文胜的生日 连续三年来他在生日这一天 会邀请弱势机构学生到他店里头吃拉面 他说这是有意义的庆生方式 因为刚好是我们店的那个周年庆 对然后就想说回馈一下社会这样子 就过对就是过个有意义的生日 因为我这边的料理比较适合年轻人吃 对不然我还蛮想请那种什么老人之家 但是他们应该吃不习惯这种太重口味 所以我都比较找那种小朋友啊 比较年轻一点的 我妈妈那边家人都是日本人 所以我想说可以可以就是我的咖喱跟我的拉面 都是我外婆那边就是有传授 所以想说可以让他们吃到比较接近日本味的料理 市长温嘉贤也特别到店里向受邀来用餐的 中华飞扬关怀协会客服班24位学生打招呼 也向老板李文胜表达了感谢之意 非常开心我们太子拉面 这样子来关心我们花联市区需要关心的孩子们 那他连续三年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招待孩子们到他的拉面店来吃拉面 那享受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最喜欢吃的一个拉面 那在太子拉面在招待的同时 也邀请了相关的表演艺术 像魔术师来这边做关怀 那也表演给孩子 那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在三年以来太子拉面李老板 特别在他生日的时候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我要代表花联市民谢谢他 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像他一样 继续关怀我们需要关怀的孩子们 也让更多孩子们在孙末年中 感受到大家的温暖跟关心 爱心残慧还特别邀请到魔术师现场表演 为学童带来欢乐气氛 而市长也准备了一个蛋糕 和大家一起来帮李文胜庆生 让老板相当惊喜 而被招待用餐的学生们 也感谢企业的善心 让他们可以吃美食 看魔术 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这里会欢迎室报道